那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身份并不是属世的 而是属天的 因此我们在世上 也不是为自己在活 而是为主在活 那么我们活着 是要去做神的器皿 让神的恩典向世界传播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诗歌 就是这样的回应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站立 一起唱今天为主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着白日工作 为人不再渴望 在上帝的恩典向世界光阔 为赢至上帝的义上 一一年生生白白度过 与众人颠簸 就是永远的执着 为赢至上帝的义上 祝你让我生日切莫蹉跎 不怕落地坎坷 彼此今天为主活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帝的儿子 aggreg hazard相见 偶 人縱然點我 總是永遠的針索 回應天上地上 把我深情結末錯過 不怕落盡坷坷 一起今天為主而活 萬戰一生 不要再重 再高峰 指出的腳步 不要再堅持 再高峰 抓住神的手 站在他地區中 奉神的生命 何能寬闊 回應天上地上 不願今生白白路過 人縱然點我 真是永遠的針索 回應天上地上 把我深情結末錯過 不怕落盡坷坷 立起今天為主而活 回應天上地上 把我深情結末錯過 人縱然點我 真是永遠的針索 回應天上地上 把我深情結末錯過 不怕落盡坷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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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谢主 祂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祂让我们弟兄姊妹 可以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祂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 那也真是求主的同在 真是每天都可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也祂的爱也充满我们 那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神的话语 也来作为我们的激励 我们一起来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感谢神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也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让我们与神和好 得以成为神爱的管道 祂的福音的管道 我们接下来就一同来唱一首歌曲 圣灵的江河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静谎前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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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 神灵起立来自由运行遮定 神灵起立来自由运行遮定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们静谎前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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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 神灵起立来自由运行遮定 神灵的江河万流 自由永留在彻底 在我的里面 神灵火水不提醒 神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 我们欢迎你神灵 神灵我们爱你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 在你宝座前一首歌曲 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 神灵起立来自由运行遮定 神灵的江河万流 自由永留在彻底 在我的里面 神灵火水不提醒 神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 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 神灵的江河万流 神灵的江河万流 自由永留在彻底 在我的里面 神灵火水不提醒 神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 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 神灵的江河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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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永留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圣灵的佳河 自由永留到无尽 我们怀疑你 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的佳河 流啊流 自由永留在这地 在我的里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圣灵的佳河 自由永留到无尽 我们怀疑你 圣灵我们爱你 我们怀疑你 圣灵我们爱你 圣灵战恩愛你 圣灵弘 colorful 圣灵ии 圣灵的佳河 比νο ons 圣灵 story 圣灵彤 在康圣 event.com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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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们就像活水永不停息 我们欢迎你 我们请你来滋润我们 自由来运行这地 运行我们的教会 这个你亲自建立起来的地方 请有感动的会众 来开声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在天上说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时间 让我们举在一起 从世界各地 我们都可以在一起 在你的灵里面来一起敬拜来赞美你 主今天你把子风牧师带到我们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以前在同工过的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回顾 以前在一起服侍你的那种路程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今天就求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是讲的 不论是听的 都在你的话语里面 得到再次的感动 让我们来衷心的爱你 亲爱的主 我们真的感谢你 求你的灵运行在地上 就如同运行在天上 感谢你今天带领吕牧师 还有钟灵他们一家 来到zoom上给我们分享 真的是 你知道每一个来听的人的 心里面的需要 就愿主你的灵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被你大大的充满 也感谢你借着这个平台 能够看到那些熟悉的 弟兄姐妹们的笑脸 真的是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 过去你的带领 让我们看到 你是昨日今日 将来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我们依靠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过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你 建立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 如你现在的子民 遍及非常多的地方 你的恩典浩大 你的信誓知道永远 我们知道说 我们做你的儿女 实在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真的是要立定心智 恒久来考虑 你兼顾我们每一位 你兼顾我们 无论是在安城 还是在外地 在不同的世界 不同角落的人 让我们今天 在主里面 让你一同来敬拜你 身上的君王 因为你是唯一值得 我们敬拜 赞美的主 你得到当者的荣耀 你的心在天上观看 能够得到保证 耶稣基督的文求 阿们 阿们 耶稣我们天上父 感谢你把我们这种兄弟姊妹 带到这个场合 来敬拜你 来赞美你 主啊你是活的神 你充满了我们的信心 你有你的慈爱 让我们感受到 在这个世界上 是很有必要的 主啊 就希望你能够 把你的圣灵降临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心里都是 充满着慈爱 来爱这个世界 也让爱那些 值得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主啊 你是我们的灵魂 你是我们的灵感 能够随时随地就带领我们走向我们正义的一个人生 主啊 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爱 让这个世界上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主啊 就希望 主啊就希望你能够用你的大能 将这个世界上还有疫情还没有治好的人给他们医治 主啊 就让这个瘟疫能够快一点离开我们 让我们大家能够恢复平静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尽早的能够到教会去 然后来亲自的 来大家聚在一起 来崇拜你 来赞美你 主啊 我们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上 谢谢 赞美荣耀 都归于神 阿们 恩主 我们再次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 真的是感谢你 拣选我们 本是不配的罪人 你的罪性 本是让我们来远离你 你依然选择接纳我们 让我们做你的儿女 真的是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来刚强我们 保守我们 坚固我们的心 让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境下 都不至于跌倒 都不至于远离你 你再次献上感谢 宝主圣明 好的 下面我们一同来唱 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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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盼 我的盼 我的判斥 我尽爱你 你的慈爱 丰盛的慈爱 永远依离不变千里到万达 我的神 我的福 我的拯救 我赞美你 你的心事 恒久的心事 永远永远坚立坚持 我要欢呼 向你举双手 向帝阳神高潮 哈利路亚 听你喜悦 我们 是我的力量荣耀 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 我要欢呼 向你举双手 向你阳神高潮 哈利路亚 你是我的主宰 谁能与我的神相比 我一生 向你孤独静伴 我的神 我的福 我的盘事 我尽怀你 我的神 我的福 我的盘事 我尽怀你 你的福 你的福 我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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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深救 我赞美你 你的今世和这一世 永永远远远的天生 我要奔向你天生 向你养生的爱的模样 你的体验我本身 我要奔向你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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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养生的爱的模样 你的今世和你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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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奔向你养生 你的今世和你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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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奔向你养生 你的今世和你养生 你的今世和你养生 我的今世和你养生 我的今世和你养生 向你鼓鼓敬拜 我要串理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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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串理爱你 因为你如不积极啊 又不敢敢 祝圣子和圣灵 也感谢神让我们在疫情期间 让我们能够接着网络的形式 今天是我们有从三个州 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聚会 欧洲 亚洲和美洲 那美国的话是从加州到鲍斯文 整个是cross the continental 所以我就感受到说 我们尝试了一点点的 在地如在天的那样的一种感受 那我想将来我们在天上一起在 天上欢呼的话更加的美好 那让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神的话 罗马书十六章 我们一起来读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理 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士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 合乎圣徒的体统 她在合适上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我 问百基拉和亚基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指之度外 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方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问我所亲爱的一拜尼土安 她在亚基亚市归基督初阶的果子 又问玛利亚安 她为你们多受劳苦 又问我亲属与我育同坐监的 安多尼古和优尼亚安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 安博利安 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 哥巴努并我所亲爱的 世大古安 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 雅比利安 问亚利多部家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西伯天安 问哪些书家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老虎的 普菲拿士和普妇萨士安 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锡士安 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福和她母亲安 她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亚逊奇土 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 并与他们在遗处的弟兄们安 又问菲罗 罗古和尤利亚 尼利亚和她姊妹 彤阿琳巴 并与他们在遗处的众圣徒安 你们亲嘴为安 彼此为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我们接下来有一点点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 预订我们奉献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唱生命圣诗465 一切现在坛上 你渴望有平安 期望心心增长 曾同心地祈求与仰望 咱不能有安息 一股美般复制 除非你将一切先坛上 你所有是否现在坛上做过境 你心是否生灵管理 你若将身心灵 显在主的手里 彼梦祂赐平安与复制 你若愿与住心 在主道之光中 时常得着满足与平安 就要尊重美之 远离一切恶实 你更要将一切先坛上 你所有是否现在坛上做活性 你心是否守灵魂你 你若将身心灵 陷在主的手里 礼望他此平安与福祉 我们曾将诛情 还望诛此富有 但难测诛此恩和身后 直到降临昏迹 让主亲自管理 全现在祭坛上无保留 你所有是否现在坛上做活性 你心是否生命管理 你若将身心灵 陷在主的手里 愿望他此平安与福祉 愿望他此平安与福祉 与主亲自家 主前赋了分枪 你只要将一切坚坛上 你所要是否现在坛上做活迹 你心是否上灵管理 你若将身心里 现在主的首领 你梦祂赐平安与复制 好 我们在疫情期间 有三种的奉献方式 第一个是网上的奉献 用PayPal收款教会的email 如果是为building fund 或者mission fund的奉献的话 就在这个node处加注 你要选sending to a friend的话 就不用交费了 第二种也是网上的奉献 是通过Bank America的Zell 也是用教会的email连接账户 第三个就是直接把指导 寄到教会的地址 如果是为疫情奉献的话 也请标明疫情奉献 我就把这个屏幕稍微停一下 你们可能可以用手机拍一张照 或者截个屏 好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的感恩 您好 林慕师哥师母他们是从英国用祖母加进来 那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在基督里的群体生活经文就取自刚才读的罗马书的十六章一到十六节 那在把时间交给他们之前 我想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 他们可能不太认识林慕师的事吗 稍微介绍他们一下 他们是1994年来安城聚会和服事 也在这边工作 两个人都在UMS工作 那1999年的时候呢 林慕师被案例为安城教会的长老 那2003年开始他们就带领我们建堂 那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献堂 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的教堂就被他们当时带我们在那边献堂了 我想今天在祖母里面的外地的弟兄子们有不少是在这个建堂的过程里面出过例 出过很多的例 那李慕师和师母他们2007年 他们就被神呼召去英国的基督教华教步道会CUCM 在那边服事 现在他们在那边做总干事 李慕师在那边做总干事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把几个时间交给李慕师和师母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那刚才这个良冰介绍说建堂 那我觉得我们建堂是安城的一件大事 但是不是我带领的 是神带领的 那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当时是真的是彼此同心 在基督里头 跟你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今年的主题很像 那在主里头我们一起 就是把自己献上 然后这个堂就建起来了 感恩 感恩 我现在要这个share一下这个screen 很好 感谢主 我想今天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在美国 现在今天的光景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在英国呢 两件大事就是把整个我们现在住的环境 都弄得乱七八糟的 那第一件大事我想你们肯定知道的 就是这个新冠 新冠 那我们现在还是在家里头 那你们我想也是因为在家里头 我们才能在网上见面 那神把我们在这个时间呢 让我们有很多的反省 新冠来了以后 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被藏在家里头 没有一个人性命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也都在想说 哇 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厉害 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真的是社会上的一些挑战 我们今天是有地方住 我想看看大家都在家里头 可以被lock down 那我们就看见其实很多地方 他们的人没办法被lock down 没地方去 所以这个社会的不公 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些磨合 就在这个时候显得很明显 贫富不均 那他们说新冠来的时候 很多的死亡的人 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人 在英国就是黑人 或者是亚裔的 所谓亚裔就是印度巴基斯坦那边的 那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不完全知道 但是有一个可能的说法 就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的贫穷生活的习惯 就影响到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被新冠影响 另外一个大事 我想 这是前一两天在英国 那在美国呢 就是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protest 那这个故事我就不用讲了 大家可能很清楚 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就爆显出 看见这个人与人之间的 那个问题 他的identity 就是这个人呢 他是什么样子的人 他在什么环境下增长 他自己根深蒂固的identity 不同的人之间的不同 造成的隔阂 那这个图画就是在英国的这些一样的抗议的人 对政府 对以前的establishment的不满 那然后呢 就跟这个警察冲突 那么冲突的时候 你就看见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自己的identity 警察说我们是政府 我们是这个这个在这个守法的那边 看见的人说 不行 已经好多年我们被压迫 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吧 所以一定要造反 一定要抗议 一定要做一些让大家知道的这样子 心里都不舒服的东西说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事件我们所处的 就是在这个光景当中 那其实啊 只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我们所面对的光景 我们正好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 你要往回看的话 每一代人都经历不同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怎么样相处 我们是谁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 彼此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 从亚当夏娃到我们现在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阶段都有这样子的挑战 这张图画我非常的喜欢 那可能大家在我们当中 一些老朋友都记得的 那这张图画是在这个 就是在枝刚小燕家 就是王牧师现在住的地方 那我记得还是好多年前了 应该是12年或者13年的那个时候 可能还后再晚一点点 那不管是哪一年了 那我们在那里 我就看见这一群 我们安城教会的弟兄姐妹 每一次我去 我刚才跟大家说哈喽的时候 心里就很激动 其实 因为每次我看见大家都是 我觉得安城 神把我们这群人在那里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爱我们 我们是一群基督里的群体 那这个群体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子一种生活的原则 其实这个很重要 那今天我们这个教会今年的主题是 彼此同心 这个彼此同心 降伏基督 彼此同心很重要 降伏基督很重要 但是这个概念重要 怎么样做起来切实不容易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16章这块 跟大家分享 刚才大家读过了 那罗马书啊 其实啊 你如果看的话 是很很大的一本书 我不说它长 而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信仰里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 奠定我们信仰基础的一个 一本大书 那这本大书里头呢 其实保罗写的时候呢 它的群体 目标群体是什么呢 是在罗马居住的一群人 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神所爱蒙昭做圣徒的众人 这是罗马的书的这个对象 当然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 你可以看罗马书16章 16章里头呢 就可以说是一开始的时候 神通过保罗 把这个主题写给罗马教会 说你们是神所爱的 那当然保罗就开始 一直在讲这个神学上 我们说神学上非常大的道理 而且可能是很重要的 人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不能靠立法得救 因为信能够在神里头称义 哇这个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看一个想象一下 就是我们坐飞机 坐飞机一开始起飞 起飞 这个起飞的时候呢 一开始保罗说我要去哪里 我要怎么做 然后呢开始起飞了 啊慢慢慢慢 保罗就通过很逻辑的方法 把这个神学上非常重要的 阴性称义这个道理 把它一步一步一步坦台 那飞到很高很高很高 那第八章 一到八章就讲这个道理 九章十章 十一章开始 就是犹太人这个角色是什么 那也是同样的 犹太人也不能靠行为 完全要靠信耶稣才能够得救 哇飞到最高 然后慢慢就开始下降 慢慢开始下降 从十二章开始 从十二章开始 保罗就开始告诉这些门徒们 这个是罗马的这些门徒们说 你们应该怎么样子 来因为这样子的 阴性称义的道理 怎么样子生活 你可以想象那些飞机啊 开始要准备降落 降落在罗马的这群弟兄姐妹的身上 那那些神学的思想 怎么能够好好的 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在十四章 十三十四十五章啊 基本上其实保罗就在嘱咐 这个罗马的弟兄姐妹 因为从这个他的写的文字里头 就肯定你可以明白一下 在当时这个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们 有一些挑战 有一些挑战 所以呢 可能有一些犹太人 犹太人他们就是要守很多的方法 那他们虽然信主了 但是他们还觉得一些律法很重要 所以他们就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那个 那这些非犹太人呢 哎呀 他们觉得他们信心很好 他们明白了 他们不需要守这个律法 所以什么都可以吃 那在这个时候 那保罗就特别嘱咐他们 虽然道理我们明白 但是真正的行出来的时候 怎么样子能够行呢 十四章这里就说了 他说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你们那些很有信心的 但是面对那些可能信心软弱的 所以说我们是行为差 可能不是我们想 这个他们觉得是做的对的 他说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或的事 有人信百入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 大家一讲说 可能是有一些的 这些犹太人信主的 他们有很多的条条规则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那些不信的 他反而说我有信心 我可以吃 但是他说那些是软弱的 可以吃 但是你们不要轻看他们 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 那这里关键就讲到说 在我们的行为当中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们要彼此接纳 十五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把这里呢就讲到说 我们的保罗说 我们的很大的神学思想 英信称义 那这个神学思想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怎么应用出来呢 彼此接纳 信心强的 不要去小看那些软弱的 软弱的 我们接纳 彼此相爱 那罗马书啊 当我们在看罗马书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 看的时候就看到十五章完就完了 因为十六章 我的名字没什么意思 所以很多人就越过了 就看到十五章 哎呀那个道理很清楚啊 哇我很明白了 但是保罗没停在这里 为什么保罗没停在这里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在十六章 就整个把他的神学思想 从高峰十一章 最后深灾神的这样子的智慧 和谁可以测渡 那降到下来说 现在到第十六章 那飞机降落了 可以说 当我们真正在地上行的时候 那个是怎么样讲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怎么样应用出来 怎么样显明出来 那古罗马的教会 这些群体 他们面对的情况 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在那个当时的情况下 有政治的强权 有一些要造反 要得国的人 包括那些犹太人 在以色列的犹太人 那现在 这些在这个环境下生活的这些 教会基督教的群体 耶稣的子民 他们面对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不同的看法不只是世界上的大事的犯法 而是他们在自己在生活上应该怎么样子来行出来 彼此的关系是如何的一些争执 那保罗呢 到第十六章 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 第四十六章 就是保罗很实在的 很实在的 把我们的群体来介绍给大家 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这个实在的 彼此的关系 那刚才圣经已经读过了 那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六章这里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向罗马的教会 那保罗啊 其实他没有去过罗马 他没有去过罗马 但是很明显 罗马的教会的人 他很熟悉 为什么那么熟悉啊 有可能是很多在罗马教会的人 就是在以前 他在宣教的旅途当中认识的人 后来都到了罗马 那另外呢 也许是他在这个 跟罗马教会交流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彼此家就认识了 所以当他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 这些人的人的时候 哇这些人的名字 他讲的时候 那些那个心中的情感 就没有办法不流露出来 他说我对你们推荐 我的姐妹菲比 那菲比呢 是一个在这个 他们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可能是亚西亚那里的一个 一个外邦人的信 那可能是哥林多 那里附近的教会 其中的一个姐妹 那他呢 很明显是把保罗的信 带去罗马的那个人 那保罗在这里呢 特别说我举荐他 因为当时啊 在那个时代 一个人出现在你们中间 是谁 大家不知道 那可能就不会理他 所以保罗就特别写信 举荐这一笔说 他帮助过很多 他是天隔离教会中的一个女执事 执事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现在说有执事 那圣经学者在这上面 可能不同的看法 是执事呢 还是同意 servant 不应的看法 但是基本上大家同意 他可能是教会里头一个 负责的一个服事的人 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执事 这里很重要啊 第一个介绍的是个女执事 我想我们在华人教会里头 常常会有这种想法 姐妹能不能服事啊 这方面的传统的华人教会 比较保守的都会想这些事情 但是你如果把你自己 transport到2000年前 保罗在写这个时候 你发现他第一介绍的是贝比 这个女执事 好像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concern 为什么 贝比帮助他很多 所以他呢 叫罗马的教会说 你们要接待他 他需要什么 你就帮助他们 有人说啊贝比去罗马 一个是带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 另外可能还有他一些商业上的事情 不知道了 那也许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 如果他有什么需要 你就帮他 这个帮助很重要啊 弟兄姐妹们 在主里面 这个帮助 是很真情的帮助 然后呢 他就提到百居拉和亚居拉 问百居拉和亚居拉 他们是在我主里头 耶稣基督里头跟我一起同工过的 那百居拉亚居拉你们都熟悉他 他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讲 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在那的时候呢 就碰见他们 那当时的环境是保罗在哥林多 那时候他很累了 被从这个雅典出来 那到了哥林多 那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也面对很多挑战 可能生活就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 百居拉亚居拉出现在他们面前 那他就跟百居拉亚居拉住在一起 那百居拉和亚居拉呢 这里呢 两个人呢 一个是女的 女的名字在前头 男的名字在后头 圣经里头 大概提他们大概四次左右 三次是女的在前 男的在后 有一次是女的在后 男的在前 那为什么 你们可以猜测一下 那可能是那个百居拉 是很好的教师 所以被教会重用 或者是大家尊重他 放在前头 那我不知道 但是呢 你可以猜测一下 那这里说呢 那百居拉亚居拉 他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镜像置身以外 那你可以想象 在哥林多的时候 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 保罗那个时候很惨了 很惨的 几乎被人打死 那百居拉亚居拉 可能为他出面 保护他 帮助他 所以他这里说 因为这样子 我感谢他们 保罗的那个感谢 从他心中发出 这些人曾经为我 抛头颅洒热血 我感谢他们 那这里说 他们家中有教会 所以他说 你家中有教会 这个又是很特别了 你可以写看 那个图画了 在罗马的教会里头 在家里头 在家里头 他们两个 在那里服侍 他说问他们安 他们实在是 Dear to my heart Dear to my heart 我看你们在 安城的弟兄姐妹 我看你们 我就是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 我们在 之前见面的时候 我就心里都很激动 中年后我就开始激动 因为我们看见好多人 真的是跟我们一起 服侍 那我看见你们的时候 我就可以理解 保罗那个时候 那个心情是什么样子 那接下来他说 问我所亲爱的 你已拜 你土安 他是雅西亚 归基督 触节的果子 可能是他是 这个保罗传福音过程当中 最早信主的之一 因为玛利亚 玛利亚又是一个女性 在这里头 他会为你们受牢 那可想而知 这玛利亚可能是 在他们当中 服侍的一个人 就是服侍他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工人 或者是一个 教会里的一个 一个beacon 或者怎么样子 当然我们在这里 他没说 那猜测大概是 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 又问我亲属 与我一同坐肩的 安多尼古 和尤尼亚 那他们是始度中 有名望的 这些人呢 这两个 很有可能 是早期教会里头 犹太信徒的 其中的两个 这早期就是耶稣 经十字架 之后或者之前 他们可能都认识 所以他是在 使徒当中有名望的 这使徒 一般来说 使徒是 那十二使徒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 这几个人呢 可能甚至是保罗信主 之前就信主的人 从一个角度 是有资历的 有资历的人 就是教会里头 长老的长老 那我想啊 保罗在这里问他 他说我们的 我的亲属 那可能这些人呢 是可能不是亲戚关系 他们都是犹太人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是 这个也许是 变压米之派的人 就是保罗那一派 也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 他说我的亲属 他用的词 就亲属 亲属 跟我一同坐过间的 这些人 他们有名望 问安 问他们安 因为我主力说 亲爱的 安跟伯利 这个亲爱的 亲爱的安伯利 在基督里 又同工的 尔努巴 那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这两个字 安伯利和尔努巴 可能他们说 是奴隶的身份 就是名字 基本上是奴隶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看见 在这个罗马的教会里头 保罗特别告诉他们说 这些奴隶 这些人 这些人 我们低下阶层的人 这些我们当中的 来领阶层 我们当中餐厅的 炒菜的 这些人 问他们安 还有我亲爱的 斯达古安 亲爱的又出现 问基督里 经过试验的 亚比利 问亚历多部家里的人 问拿西树家里的人 那这里的这两个人 肯定是他们可能家里很大 也许他们家里有教会 我想可能是 就是在当时的 他们在不同的家里的教会 所以如果我们说 这个家庭教会 其实那个时候在罗马 就是在家里聚会 那他们这两个人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 都是比较有地位的人 特别是拿其树 拿其树啊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很有可能 是当时 曾经有个罗马的 国王叫做 Claudius 的Advisor 所以呢 他们可能 是这个 这个当时 显赫的人物 就是可能是说 这个生活上 经济上都比较好 但是在那里呢 家里有聚会 这两个人 为主劳苦 土妃拿士 和土 福萨士 问他们 这两个 这个士 这里有三个名字 这个土妃拿士 土 富 萨士 这两个可能是姐妹 然后有个 比西士 那这些都是 有士在后头的 就是女的了 就是姐妹 妇女 那所以这里头 有好多妇女 在当中 这事很奇怪 就说你说 在当时的 在女的这个地位 这么低的情况下 在教会里 这么多姐妹 在那 那保罗 毫无计划的 就问他们 而且提醒 罗马人 问他们 又问 在主能拣选的 卢浮和他母亲 那卢浮啊 圣经学长告诉我们 人说很特别 他可能 就是 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这个 走那个路 背着十字架 走那个路的时候 他不行了 要有的人来扶起来 帮着他 来搬 那个人是谁啊 记着吗 古利那人 古利那人西门 那很有可能 他们说 这个卢浮 应该是 古利那人西门的 儿子 那他们可能 就是信主了后来 包括就是 他的母亲 就是他的太太 保罗跟他们 很亲近 可想而知 保罗跟这些人 他们有好多的交往 他就问他们安 接下来这一些 弟兄 保罗说 问他们安 问他们安 那 这里啊 保罗所写的名字里头 有好多的名字 都是社会里头 不同阶堂的人 那这里呢 他特别提出说 他们都在一处 是众圣徒 他就问众圣徒 这些人都是圣徒 圣徒是什么呢 分别出来的 分别为圣 是神的子民 这些人 不管他是谁 他都是神的子 你们要亲嘴问 那这个 在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环境里头 可能就很难做到 这个了 那为什么 保罗要这样说呢 那当时呢 有很多 记着很多大道理 大道理 很多这个神学思想来了 那我们说 我们彼此相爱 那在这个时候呢 保罗特别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那些人 基础前面有一个 physical的一个表现 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hand shake 你好啊 physical的表现 一个huck 所以说亲嘴问难 就是这个意思 physical的表现 我们真的是接纳 彼此接纳 所以当你看见 罗马的这个教会的时候 你发现罗马的这个教会呢 他就像我们今天在一起 我们在网上 这么多的不同的人 这不同的人呢 有犹太人 我们有中国大陆来的 有内地来的 有台湾来的 有香港来的 犹太人 有外邦人 就是不是 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人 有妇女 哎呀 这个妇女很多 真的是特别奇怪 也是不是奇怪了 就是很有特色 我想你们 看的时候应该知道 这件事 肯定有特色 有自由的人 free的 这些是已经 就是不是奴隶 也有奴隶 那又有老自立的 哇 曾经是以前 开国元勋 哎呀 很有自立的人 也有平凡的人 那但是在 保罗的书记里头 他就告诉我们 这些人 这些人不是犹太人 那么简单 他不是外邦人 那么简单 他不是妇女 那么简单 他不是这个自由人 那么简单 他不是奴隶 那么简单 他不是老自立的 也不是平凡人 那么简单 他是什么呢 这些人 你从他的自立行间 可以告诉我们说 他们是在耶稣里 哇 他一直在讲 我们在耶稣里 是蒙拣选的 是在主的家中的人 这个家中很特别 是亲属 是亲戚亲属 是弟兄 是同工 是圣徒 哇 是家中的弟兄 是我们亲戚 我们不是一般人 我们中间没有那个墙了 我们是同工 我们是圣徒 我们是神所亲爱的 亲爱的是 我们是经过试验的 一起经过试验 一起同坐牵的 一起受劳苦的 刚才杨斌说 我们在建堂的时候 是怎么样 其实没那么容易 好多的好多的挑战 我们是同 同受苦 同受试炼 但是我们要接待 保罗说 你要接待他们 接待这些人 帮助他们 特别帮助他们 因为在主里头 我要感谢神的恩怨 感谢他 当然他最后说 你要亲嘴了 就是说 physically 当然我们说 这个只是个举动 一个body language 不光是嘴上讲 而是个body languag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神所爱的 这个beloved 英文叫做beloved 这beloved 这个词啊 很有深度 那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 卢云神父 卢云 Henry Norwin 他呢 写了很多的 这个灵修的书 那特别 我特别喜欢他一个 就是这个 我们都是beloved 简单讲 就是神爱我们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而神就是爱你 那保罗在这里 就是画了一个图画 他告诉我们这群人 告诉我们这群人 我们是神所爱的 我们是神所爱的 安诚教会这群人 是神所爱的 我们来自不少的地方 但是神所爱的 这幅图画是我们 西游西院 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拆会 我们也是大家都lock down 所以上两个星期 我们就在家里头 有一个同工退休会 那我截了个图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群体 跟安诚群体一样 有一个老白人 这个白人 是他这个老宣教士 这个John 他是我以前的mentor 可以说是有资历的 但是他是白人 我们这里有香港来的 他们的普通话 讲的普普通通 马马北 但是呢 他们就在我们当中 一起服侍 我们有小孩子 有单身的 有结婚的 有不同地方来的 这个群体 在一起服侍的时候 其实跟早期 罗马教会 跟我们安诚教会 跟很多的教会一样 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神告诉我们的道理 可是 when the robber meets the role 在我们的生活 氛围里头 在一起服侍的时候 一定是有挑战的 怎么样挑战 怎么样子 能够具体的把神的爱 实体的表现出来 我们今天是在网上 我们是 Virtual meeting 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说 我们希望有一天 我们实体的 现在可以崇拜 但是怎么样 实体的表现神的爱呢 我们中国人 常常讲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的这些分头 不外三件事 亲情 友情 爱情 那我可以呢 把这个呢 就总结一下 我觉得 其实 实体的表现 也不外乎 亲情 友情 爱情 在我们的生活的氛围里头 亲情 把我们陌生人 变为家人 以前我们不认识 但是在这儿呢 我们是一家人 那个菲比就是这样子 菲比呢 这个罗马教会可能不认识他 可能当他来到的时候 罗马教会说 我不认识你是谁呀 但是保罗特别写了个 举荐的信给菲比 告诉他们说 菲比 是帮助过我的人 他是一个女知识 他是神的 儿女 你们要帮他 你们要帮他 所以 陌生的人 就不是陌生人了 是一个家人了 这家人就彼此帮助 我在我们的 不同的地方服侍的时候 包括现在在英国 我们同工团队 都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一开始是陌生人 但是陌生人 我们要开始把他带成 成为自己的人 自己的家人 那很感恩 神给我们经历 这样成家人的过程 安城教会 也是一个陌生人 也是一个陌生人 但是一步一步的神就把他 从不信到信 从工作到扶持 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我们跟他慢慢慢慢慢慢 成为家人 真的不是一个陌生人 是他结婚的时候 在我们西游圈 这个大家庭结婚 我们不同的人来 在他参与崇拜的 参与这个扶持之前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上海 去上海的时候 我就特别 因为他就是有个挑战 有家人还没信徒 怎么服事 所以我就特别去找他的父母 在他家里头 跟他的父母聊天 那在聊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他们把我已经欢迎到 他的家里头了 我就不再是一个老板 而是他们家里的人 感谢神啊 他们现在结婚了 在新闻的小孩 Baby Charlotte 特别的漂亮 英国的这个 Princess Charlotte的名字 那感谢神 他们现在在服侍 我看见他 从一个学生 不信主到信主 到服侍 单身姐妹 到结婚 到服侍 到生小孩 到开始 勿养教会 哇 我就感谢神啊 我就发现 我们真是一家人啊 我今天看见 安城教会的 英国姐妹 为什么我激动 就是我觉得说 我们真的是一家人 好像没有离开过 我看见你们的时候 我就发现 哎呀 虽然欧宁 杨宁啊 我好久好久 没看见他们了 我还脑子里想着他们 有一次我去以明安呢 我还问 欧宁杨宁在哪儿 但是今天看见他们 好像没有离开过 感谢神 亲情 陌生人 变为家人 When the Robert meets the role 我们在神里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关系 友情 同工中 从同工中 我们变成智友 变成好朋友 变成最好的朋友 不单只是同工 我们在同工的时候 真的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恩赐 那我想安城也是这样子 每个人是 有的人很 技术很厉害的 哇 我看了他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子 来做我们的 台湖上学 我就说你来帮我 我们西游先生也是这样子 有不同的恩赐的人 有不同的人讲到特好 而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 很感恩呐 培养他们 他们很能干 他们都神学毕业了 而且在逻辑思维上非常强 那在讲到的时候 非常的好 那有的人非常的 有这个能力 唱歌非常的好 那当我们在一起 团队服侍的时候 不避免的 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能干的人 会做能干的事情 那不能干的人就让路 哎呀我不行 他能干 那能干的人呢 就会说 哎呀我这个是我的 我那块 我来做 有时候自告分析 有时候被人推上去 那这不避免的 会使到我们有一些 某方面的隔阂 其实不容易哦 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在主里头 同工的时候 骄傲会出来 妒忌会出来 哎呀我们都是罪人啊 你别以为我们都是 完全都OK了啊 其实啊 when the rubber meets the road 在教会里头 我们跟外面人一样 今天我在看网马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们跟外面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外面的人是罪人 还没有蒙恩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蒙恩了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头 同样有问题的 真的 我到哪里看都是这样子 安诚教会 我感恩 我们很有 神的恩典在那里 但是我相信 也是有挑战 我在COCM 在我们这里 有很多的挑战 不同的人都是这样子 我们当中呢 有一个团队 那有时候我们在 在讲 在这个做营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中心 那有的人呢 就组织 有的人做IT 有的人做讲道 那有一群人 在后头做厨房的 通常我们都会觉得 哎呀 厨房的人 就让他们做厨房 我有几个大厨啊 其中一个大厨 就是在你们的 这个 就是在我的另外一边 我的最那边 我们是在这边 我不知道你们的 这个图画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在我的另外那边的 那个人呢 叫做义妹 义妹现在还是我们大厨 他是福建人 很年轻的时候 就出国 就开始 就是 英国 英国 打拼 他现在呢 是我们大厨 他说大厨的时候呢 那他就 做饭做得很好吃 那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想着说 哎呀 能讲道的人 他讲道 能唱歌的人 他唱歌 英妹一般都是 残在后头 他有希望的人 哎呀 去我去听听 但是他主要是做饭 当然呢 我们在这里的 一支团队里头 我们不在乎的 就会把他说 哎呀 如果分享 大概应该 不会叫义妹分享 如果说 在祷告会 不会叫义妹的了 你来听可以 哎呀不行 可能不行 有一次 有一次 我们就特别的 请义妹分享 我说义妹你在这好久了 我们做个见证 我们几下做的啊 都是一群 非常 可以说是宣教士了 有的是很真是很有恩赐的宣教士 特别有些年轻的宣教士 受过训练 正统训练 思维非常的强 逻辑思维很强 讲道非常厉害 但是当义妹分享的时候 我可以简单跟你们讲 讲完了以后 在座的没有一个眼 眼睛是干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分享的时候 他就想到 他追求神的时候 还经过好多好多的难处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一开始 他看圣经的时候 小祖在轮流读圣经 读到他的时候 牧师说你读这一句 他那时候就不好意思 那牧师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好牧师还有点智慧 就问他说 那轮流马再下去 后来 义妹就告诉我们 其实他不会看字 但是我们看他的时候 他每天晚上就是 就是在那读经 他休息的时候 就花很多时间读经 我们以为他很熟悉 但是他 他一讲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surprise 原来他一开始 不会吃字的 当他在这样子显出 他那个对神的渴慕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shock 你想想看 在我们当中有资历的 看完了以后 听完了以后 我都 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下来 我就看见说 神在我们当中放了一些人 这些人呢 我们以为是不行的 但是他可以成为我们 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不只是工作上的一些交流 而且必须是灵力的相交 也是真正的生命的相交 我们可以学到好多的 他们是谁 我们可以学到好多的 我就想到我们安全教会早期 我相信你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可能有些人不认识了 王妈妈在我们当中 她做饭做得很好 但是神通过她的爱心 祝福了多少人 每个人结婚 他都做好多的漂亮的东西 蛋糕 食物给我们 你说这些 是不是重要 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神通过她 让我们看见 怎么样真正的切实的爱 我们不再是同工 而是自由 最后一个是爱情 那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一开始 罗马书讲的 保罗问罗马的人说 罗马教会的人说 神所爱的 所亲爱的 你们是神所亲爱的 我们都是神beloved 不管我们是什么 我们被神连在一起 你的背景什么 不管在一起 神爱我们 有一个神学 神学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不是神学想法 就是一个教会运作的想法 叫做sticky faith 记者啊 你们可以去查 sticky faith 我想我们常常说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 都是一样的人 我们同一个背景的人 我们有些 同生出气的人 大家可以讲话 是一样的 都是讲普通话 然后都是讲中文 然后都是怎么样怎么样子 我们可以多讲话 多多在一起 但是神把我们这一群人 不同恩赐 不同方 不同人放在一起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这样子 告诉说一个真理 就是我们这群 都是神所爱的 sticky faith 就是不同的generation都在一起 哎呀 我们西游先生的意象 我们特别这次 把这个generation 不同这个 一代一代的连在一起 因为神的爱 神的把我们连在一起 不只是我们横向的 而是树向的 不同的generation都连在一起 我们是stick together 因为神的爱 把我们放在一起 走不了了 逃不了 不管我们好坏 不同的人 不同背景 不同恩赐 有好的有坏的 连在一起 sticky faith 我现在呢 就叫钟灵 分享一下 这个 我们最近的一些领受 刚才讲到这个 安城教会 就是我们的家 真的就是 今天上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 是新面孔 恐怕你们不一定了解我们 但是后来又看到了很多的 老朋友的面孔 就一下想起来 我们07年离开的时候 我们两个小孩 大女儿和儿子 当时一个是11岁 一个是8岁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呢 他们真的是 很蒙神宠爱的 因为其中一个 很大的这个实体的表现 就是一直都有你们 在为他们的成长来祷告 一直都关心他们 这个是我们这十几年 在宣教的工厂上 特别特别感恩的 所以呢 看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 我也是特别的回想到 尤其这几年 孩子已经长大了 女儿和儿子都已经上大学 女儿是去年大学毕业 儿子呢 今年是大学的第三年 那我也回想到 他们的这个 信仰的这个 心路历程 也是想跟大家 有一点分享 一起的来感恩吧 那安安是15年 他决定要回美国上大学 所以他就去了 Atlanta的学校 那当时呢 他的一位表姐 就是在他的这个学校 毕业的 所以呢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 学生的教会 就是基本上这个教会呢 都是一些 亚裔的 跟他非常相像的 这样的一个学生的群体 所以他一去 这个是他后来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他去的第一次 就认识了这一群的朋友 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 在这么四年五年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面 他们都是在一起成长 在团器里面 在教会里面服侍 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就我就觉得 这个是特别让我们感恩的 所以呢 等这个儿子上大学的时候 他是决定留在伦敦 就在这边上大学 那当然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心愿 就是他也能跟他姐姐一样 就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伴随他在这个大学的生涯里面 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的美好的经历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 我想可能很容易都能看出 这个小谷就是中间那一个 就只有他是这个中国人的 这个脸的 那他的旁边呢 有两个女孩 这个就不介绍了 就在他们的旁边 就有两个男孩 一个是黑人 一个是白人 那这两个是他的好朋友 那他怎么认识他们的呢 就是在他大学开学的第一个主日 我就一直叮咛他说 你要去教会 然后还帮他 想了很多主意 因为在伦敦有一个 我们特别熟悉的 华人教会就在那里 那但是呢 他就选择离他住的 就是离他学校最近的一个教会 叫HTB 就是一个英国的教会 他就决定去那里 结果呢 就在那一个主日 他就认识了另外这两个男生 然后就发现 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同一层楼 就是等于说 他们就是每天都见面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是他 真是觉得 就好像神 就是那么听他的祷告 那么听我们的祷告 就在那里就碰到了 这些的同学 这些本来就在这个 学生宿舍就见过面 所以第一年是非常开心的 他们就在一起 然后他们的教会的牧师 也是创办这个 Alpha Course 这个启发课程的 这个作者 所以呢 他们也在这个学生宿舍里面 也来做这个 这样的传福音的 这个工作 然后呢 还买了一大堆的 这种小册子 所以第一年是这样的 非常开心的一个 结束他回家的暑假 所以呢 我们当然也很期待 就在这个暑假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一起搬 帮他就又把东西搬回伦敦的时候 就是他们这几个好朋友呢 就有四个男生就决定 就要从这个学生宿舍 因为英国的学校呢 只能住一年 就搬去一个公寓 他们就成为室友了 所以呢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去见到了 这些的好朋友 可是第二年呢 就很多的这个困难出现了 那先是这一位 从非洲 Ghana来的朋友 他就开始有很多 这些健康的问题 可能家里也有一些问题 甚至他经济也有一些问题 最后呢 他就休学了 他就回到非洲了 就不能继续他的学业 那另外的这一位 朋友呢 他母亲是 其实是巴西人 他是从巴西 到了英国留学 后来就留在这 那他背景是 这个天主教的背景 但是呢 他这一位朋友 他自己 是在中学的时候 他就信主了 他就自己 去参加教会 可是在第二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决定 不去教会了 那最后呢 就剩下 这个Jonathan 他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继续的去教会 所以这个 对我们来说 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反转 就是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那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也是很难受 所以呢 也常常在祷告中 就求神 主啊 你要带他 给他新的基督徒的朋友 让他 有一个基督徒的同伴 就像他姐姐一样 可是 神就透过 保罗的这些经文 就来提醒我说 对 没有错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希望他们的信心得到保守 希望有别的基督徒来陪伴他 但是 神岂不是也要用他 来陪伴那些信心软弱的朋友吗 所以呢 我也是在这个当中就学习到 我就鼓励Jonathan说 你应该继续的来陪伴你的朋友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就不去教会了 但是呢 你要在他的这个生命的当中 继续来成为这个跟神的这个连结 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 其实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这个我们是神所爱的 这个要彰显 不只是在我们physically一起去教会 这么简单 而在我们这个生活 整个的这个环节里面 都是要表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也要成为陪伴他人 让他人能够感受到 神的爱 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不只是考虑我们 是不是得到别人 给我们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我们就鼓励小虎 Jonathan 当然我们在背后为他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神让我们陪伴这些软弱的人 跟他们一起走 当我们陪伴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成为别人的陪伴 当他们回转归向的时候 他们就成为别人的陪伴 这就是神的给我们的steaky love steaky love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神就是这样子爱我们 要我们这样子爱我们周围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管他们是怎么样子 可能有时候他们软弱了 我们还是要去爱他 因为我们都是神 神所亲爱的 我在网上 自己download了 你们现在最新的 这个一个图画 那这个图画呢 我想你们 有好多人我不认识了 真的不认识了 但是呢 很感谢神 很感谢神 因为 我看你们这群人是一样的 我现在你们都在说加油 因为我们来美国的 来英国的时候 梁冰照了一张像 说加油 我到处去 去受这个像 因为我看见你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 加油 让爱的实体表现 在你们当中 怎么表现呢 心情 把你们当中陌生人 变成你们的家人 友情 同工们不只是做事 而且真正是 属灵的生命的相交 成为好朋友 无话不说 可以彼此帮助 软弱的 也许可以帮助强一刚强的 彼此接纳 最后是爱情 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你们安诚教会弟兄姐妹 和我们安诚教会弟兄姐妹 经过的在世界各地的 弟兄姐妹们 和普世的教会 弟兄姐妹们 都是神所爱的 You are the beloved 让我们真的知道 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 给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来分享 孩子特别的感恩 让孩子可以跟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在安诚的家人 我们所亲爱的见面 我求你赐出给他 让他们 能够切实地 成为一个 主爱的群体 能够彼此同工 降伏在耶稣基督 录下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感谢他美主 你们是个师母 他们虽然 人不能够飞过来 但是他们的信息 就是把他们属灵的飞机 就降在了安城的草坪上 所以借着刚才罗马书里面 保罗对罗马教会 女子们这样的问候 把神的爱 隆隆隆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 非常的感动 那他刚才给我们 看的那两张照片 我们加油的 那个右手举起来 加油的照片 是从哪来的 2007年的7月6号 我们送他们全家 去波多顺赶飞机 他们在进登机口的那一刹那 拍了一张他们的背影 边上有一个广告 那个广告那个人里面 就把右手举起来 说加油的意思 刚好是给他们加油的意思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在为他们加油 我相信他们也在为我们加油 感谢主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从不同的地方 我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彼此处理加油 那我们唱一首歌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在想如果是我们平时的时候 可以站起来手拉个手唱 那你们就可以想象说 我们怎么样在心里面 手拉着手一起来唱这首歌 好吧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唱 来 起立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长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温想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长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请坐 好吧 来请大家起立 我们接受天上来的祝福 来我们接受从上天来的祝福 我们在天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借着 吕牧师的口 向我们传达你的信息 我们在你的爱里面 在基督里面 都是一家人 这是让我们有 那种亲情 有那种 也有从你来的那种爱情主 让我们真是在你的恩典里面 真正的成为一家人 无论是我们身在何处 都能够在你国度里 不仅仅享受你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也一起 为你的国度的扩展 进我们的力量 愿你的恩典 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我们统战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姊妹们请坐 那我们呢 就先请大家打开我们的摄像头啊 我们先拍这张照片 因为有的弟兄姊妹还有别的安排 所以他们可能要先下线 我们先拍这张照片 我邀请我们的摄影师 主元弟兄 主元弟兄